受到寒流的影響 今天全台氣溫一路掉 而且是越晚越冷 入夜之後 包括北部東部地區低溫 甚至是下灘四度 再加上華南水氣移入又濕又冷 因此不排除 體感溫度會跌破零度 灰暮暮天空飄至細雨寒流 上半日工人披上雨衣 在高處頂著寒風施工 扛起家計 穿起絨帽外套 蓋上帽子 民眾不畏風雨 騎腳踏車趕上班 機車組同樣戴起口罩手套 做足保暖工作 寒流發揮伴隨水氣全臺各地 又濕又冷氣象署二十二號 發布低溫特報 平地下探四度 體感更可能跌破冰點 出現零下一度節動感 那我們預計在今天晚上 到禮拜三的清晨這段期間 而是寒流影響 明顯華南水氣會有逐漸移入的狀況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說 像是在台南一北 然後跟東半部地區 整個降雨的情況 就開始變得比較明顯起來了 那其中像是在北台灣 跟山區的部分 可能降雨的情況會是比較持續的 二十二號週一 月晚月冷 如液氣溫 全臺幾乎都降到葛瑋樹 沿海地區更是下潭七度 最冷時機點落在週二到週三 期間 部分平地低溫 不排除降到四度以下 其中苗栗體感溫度 預估達到零下一度 晚如被關在冷凍庫 到了週四白天寒流減落 才會慢慢回溫 東南部地區 因為在清晨的時候 可能還是會有些輻射冷卻的作用影響 所以在清晨的時候 可能溫度上都還是會比較偏低一點點 那在整個高溫上來講的話 都可以來到二十度以上 所以在後期來講 尤其像是在竹苗以南的這些地方 可能溫差都會比較偏大一點點 陸東最強海流殺進全台凍番薯 預估長達七十二小時 沒有最冷 只有更冷 保暖工作無比做足 可別疏忽了 記者綜合報導